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款家常豆腐 我买了这样的现成的炸豆腐 然后呢 辅料油 一些毛豆和黑木耳 再加一根小小的胡萝卜 豆腐把它切成这样 薄薄的片 胡萝卜也把它切成薄片 如果你是买大只的胡萝卜 你可以把它切成菱形更好看 然后黑木耳撕成小片 简简单单的准备工作好了 就可以开锅了 先放点油 把毛豆煸一下 不用太多 因为豆腐已经有炸过 煸炒一下 就把它再装起来 接下来直接把黑木耳倒进去 加个半碗水 让它煮一下 带上盖子 让它煮开 如果你不喜欢吃那种咔嚓咔嚓的 那就稍微久一点 木耳煮个三五分钟 我们把豆腐 胡萝卜先下 这个时候我们先下一点盐 先放半个TSP的盐 让炸豆腐早一点吃到咸味 然后再盖上盖子 趁这个时候我们准备 50CC左右的水 然后半个TSP的淀粉 拌成湿淀粉待用 再煮个两三分钟 我们就可以下毛豆了 然后我会下平平的 半个TSP的糖 掉掉先 这个时候你要尝一下你的味道 因为我们放的胡萝卜啊 木耳啊 毛豆这些 我们的量可能有落差 最后勾芡 火要保持大 一边下一边翻 不要让它结块了 到了你要的程度 就可以停止 翻匀 这道家常豆腐就好了 今天我们这道菜就做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